台北101董事長 佳永傑 那在今天呢 是正式上任 然後也是新生報道 身上一襲黑色長裙 首帶老公送的金評表 藝人佳永傑 三號正式接任 台北101董座 沒想到上任不到 兩個禮拜就經傳收到恐嚇信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台北101客服信箱 在十三號收到一封 庶民流姓女子的電子郵件 上都寫著 佳永傑 憑審不當董事長 未經準備好了 要為民除害 伸張正義 甚至還要佳永傑 出門注意 人身安全 警方接獲報案後 隨即展開調查 警方調查發現 兇手在信中留下的姓名 電話號碼全是假資料 目前僅得知IP位置位於境外 已經發函給該電子郵件系統的 母公司調閱使用者資料 要揪出暨恐嚇性的兇手 而對於人身安全遭到威脅 佳永傑也發出聲明 感謝大家關心 並強調將加強台北101內的安全措施 提高管內異常巡查 佳永傑上任101動作 短短10天就受到死亡威脅 引發各界關注 以讓警方不敢大意 要以最快速度揪出藏在螢幕後的兇手 三天新聞黃心城王一德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